怎麼說呢 作為廣東人 我覺得9月份拍外套合機會有點太早了 但是吧 又有很多觀眾老爺 我現在呢先給各位看一下我所在的地區啊 就是廣州這邊的一個天氣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現在呢自己是還沒有看的 但是我猜呢應該是30來度吧 就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們所在的地區呢 現在的天氣呢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是否已經到了一個可以穿長袖的一個季節 我甚至直接跳過了衛衣合集 就直接來到了外套的合集 雖然說關注我頻道的觀眾朋友們 還是廣東這個地區的觀眾朋友們偏多 但是呢還是有不少別的地方的觀眾朋友們 就一直在催我說趕緊做一期外套合集 就他們那邊好像現在是已經只剩下10幾度吧 這邊呢我是最近就剛收到了一些外套 他們都相對而言呢比較平價 然後我自己覺得也還算不錯 所以就乾脆把他們合在一起呢 給各位做一期外套合集 就他們的一個種類呢還挺多的 有皮衣 短夾克 繃本 棒球服 然後還有穿風衣等等 就我覺得吧應該是囊括了大部分的初秋外套的一個種類 就應該各位呢是可以選到自己喜歡的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啊 直接進入本期視頻的一個主題 進入視頻之前應該要先來一個這個吧 首先第一件外套呢 就是我手裡的這一件黑色的一個皮衣 它是來自品牌志願石的 這個品牌想必潮流區的觀眾朋友們也應該不會陌生啊 我是去年冬天的時候看見的 當時呢我是看見了這一個老哥 他上升的這一件志願石的短夾克 然後就被種草了 就也去跟著去買了一件 然後近期呢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啊 這一個牌子呢又憑藉這一件短夾克 在潮流區那邊又活了一把 我在之前的這一期視頻裡面呢 是有分享過那件短夾克的 就感興趣的觀眾朋友們 你也可以去看看那件短夾克怎麼樣 我還是蠻分享那件短夾克給各位觀眾朋友們 就是三四百塊這一個價格呢 應該是最好的短夾克了 然後這一期視頻呢 我們就先來聊一聊我手裡的這一件皮衣 這一件皮衣它的整體造型呢 應該是借鑒了Rick Owens 20SS出的那一件切替皮夾克 不過僅僅只是借鑒啊 不是照抄 相比Rick Owens那一件呢 這一件的正面會比較的繁瑣一點 是致遠石標誌性的一個弧形拼接 背面的話就比較普通啊 感覺大部分皮衣的背面都長這個樣子 它的皮質呢雖然說是人造格 但是手感摸著很細膩 我覺得在500塊這一個價位呢 應該是很難找到比它優秀的了 內襯的話用的也是鋸紫纖維的一個抗撕裂材質 走線很工整 金屬輔料用的也是YKK的 就整件衣服總體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一個用料還有它的質量呢 都是很對得起500塊的這個價格的 我選擇的是L嘛 異常是64.5 是一個比較短寬的版型 但是又不會跟巴黎世家2SS那一件 擴得很離譜 就是一個比較日常的一個版型 然後這一件衣服的一個搭配示範呢 各位就可以看一下我前不久發的動態的那一組圖片了 就是有點黑客帝國的一個感覺 下層無論是搭威拉牛仔褲 還是西褲都是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就怎麼舒服怎麼來吧 這件衣服還是挺百搭的 因為我購入這一個單品之後呢 就打算做這一期歪道合計分享 然後呢我就跟他們的客服聊一聊 就看看能不能給想要購入這件衣服的一個觀眾朋友們 爭取到一個優惠 結果人家真的給我了 所以就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有想要購入這件衣服的想法的話 就可以去店鋪的客服那裡 抱我的一個B站ID 大概是會給一張幾十塊錢的無門坎券 就理清情義重吧 能省一點是一點吃吧 加入無門坎券的話 這件衣服到手應該是400來塊的一個價格 我覺得性價比還是挺高的 就各位觀眾朋友們也自行斟酌一下吧 然後第二部分呢 是要給各位分享三件防風外套 分別是兩件衝鋒衣甲克 然後還有一件版型相對 也會比較日常休閒的一個防風夾克 第一件呢 我們先來分享這一件黑色的一個衝鋒衣夾克 它是來自品牌Vavius 這件衣服的話 我覺得它的整體評價還是挺高的 它的面料應該是有過焦的一個鋸紫纖維材質 防水功能不必多說 這是一件戶外衝鋒衣的一個基本素質 它的開合方式是鏈子加排扣的一個設計 相比於基礎的衝鋒衣 也有更好的一個防風效果 下巴有兩個翻蓋設計的一個插帶 模組鋁的設計 也可以比較好的存放東西 然後在手臂處也有一個 增加了它的一個功能性 在下擺部分還有帽子 都有一個抽層的調節 也可以根據自身的喜好 調整整件衣服的一個整體版型 我說實話 我很少見到200塊錢 能把功能做了這麼齊全的一個戶外衝鋒衣 就這一點的話還是比較認可的 我選擇的是L 相比於傳統的一個戶外衝鋒衣 它整體會更加的寬鬆 但是76的異常我覺得是偏長了 就如果身材跟我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選擇M就足夠了 然後最後就是搭配示範的一個環節 就我簡單的搭配一下 給各位觀眾朋友們 淺淺的看一下這一件衣服的一個上身效果怎麼樣 然後第二件是這一件灰色的 同樣是衝鋒衣類型的一個外套 它是來自品牌Vermicirly的 Vermicirly算是我們國內比較老的那一黨國潮了 我四五年前上高中那一會兒就經常購買他們家的一個單品 然後在我很古早的一些穿搭視頻裡面 我也是有分享過他們家的一件開箱外套的 然後這裡我們就先回到這一件單品的一個產品本身 因為是比較基礎的一個衝鋒衣 所以它的整體設計會比較簡單一些 只有胸前的一個英文刺繡作為點綴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面料 它的面料用的是100%迪倫材質 是有進行過膠處理 手感摸起來的話就會比較硬挺 有點像雨衣的一個感覺 作為一件通勤衝鋒衣 防潑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素質 不過它的一個防潑水的功能就僅僅只是防潑水 畢竟才200塊的一個價格 肯定是不能跟那些專業戶外衝鋒衣的一個 完全抗水的這個功能比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日常通行已經完全夠用了 然後它的下擺處是有抽繩設計可以進行調節的 插帶處也是有拉鍊的一個設計 就可以完全不用擔心東西會掉出來 它的帽子也有可調節的設計 並且帽子上的帽沿也可以比較有效的防曬 還有應對小雨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版型的話相比專業衝鋒衣就比較的符合現在的潮流趨勢 是比較寬鬆的一個版型 會更加日常休閒也會比較好搭配 然後這件外套它的一個活動價大概是200來塊錢 我覺得這一件跟上一件Vebius 它們兩個的性價比都挺高的 這兩件衝鋒衣甲克我都是蠻分享給各位的 然後最後就按照慣例 依然是給各位看一下它的一個上層效果怎麼樣 然後第三件的話就是我手裡的這一件比較日常休閒一點的一個防風夾克 它是來自我們頻道的一個老朋友Angor Army的 這一個品牌應該不用我多多介紹吧 相比前面那兩件衝鋒衣甲克 我覺得這一件呢相對而言就會更輕薄透氣一些 它的面料是140克的一個隔紋縮脂材質 具有防潑水效果的同時呢也有很好的一個透氣性 衣服的胸前有品牌名稱的一個標識 然後將抽繩加入到袖子處的一個設計呢 不僅可以有效的提拉衣袖 而且堆疊的質感也讓整件衣服更加的立體 我覺得呢是一個挺有意思的一個設計 版型的話就是十分經典的運動夾克 立領設計搭配比較寬鬆的一個版型 就會有那麼一點復古的味道 並且下擺呢也是可調節的設計 如果覺得太長的話呢 也可以根據自身喜好進行調節 總體而言呢 我覺得這一件外套會更加的適合在20多度的一個天氣穿 就厚度而言的話 我覺得會更適合南方的觀眾朋友們一點 最後呢依然是這一件衣服的一個上升效果 就我們簡單的看一下吧 OK我們來到了第三部分了 第三部分呢我要給各位分享一件Bomber 其實本來這一部分呢是還有一件Full Archive的一個夾克 但是我感覺那一件單品牌的一個價格 可能不太符合這一期視頻評價這兩個字 所以呢我就把它安排到後面的一期視頻裡面去 我手裡的這一件Bomber呢 它是來自品牌Castech 這一個店鋪呢是我近期發掘到的一個新店鋪 它的整體風格呢會比較偏向於機能風 造型都挺有設計感的 並且價格呢也不是很貴 我還是蠻分享這一個店鋪為各位的 這件Bomber的話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背後的這一個十字的一個拉鍊設計 頗有一點DVN的一個感覺 並且拉開之後呢 它裡面還有3M反光布料 夜晚開閃光燈拍照的話 我覺得會有很不錯的一個效果 正面設計比較簡單 並會有銀色狀釘進行點綴 然後拉鍊的話呢則是雙拉鍊的一個設計 面料採用的是白分白鋸質纖維 手感摸起來有些絨感會比較像羊毛還有羊羔絨混防的一個材質 如果屏幕前的觀眾朋友們近期有打算購入龜友那一件羊毛拉鍊夾克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不妨來看一下這一件 這一件的話呢 你可以用那一件羊毛拉鍊夾克十分之一不到的一個價格 買到85%以上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還是挺不錯的一個選擇 挺值得考慮的 不過因為沒有加溶的緣故啊 它不會跟一些韓國品牌一樣上升很肥大 這一點我還是比較喜歡的 搭配的話我選擇好難看的都說好的一個拉鍊套裝 將內搭露出增加層次感 然後再來一頂巴拉克拉髮帽 整體看起來的話還挺有韓潮主理人的一個感覺 就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們覺得怎麼樣呢 第四部分我要給各位分享兩件夾克 一件是一個正常版型的棒球服夾克 然後另外一件是版型比較短寬的一個機車夾克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件就是我手裡的這一件墨綠色的一個燈芯龍棒球服 它是來自品牌Urban Standard的 它的整體配色就會比較復古一些 是這一種以墨綠色為主 以白色為服的一個拼接 胸前有一個挺可愛的綠色紙絨標誌作為點綴 然後它的面料用的是燈芯龍的材質 但是只有一層摸著並不會很厚實 這件衣服它的店鋪裡面總共是有三個顏色 除了這一件墨綠色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薑黃色還有藏青色 我個人認為作為姐妹或者說情侶外套 都是一個挺不錯的一個選擇 版型的話就是正常的寬鬆棒球服的版型 因為是燈芯龍的材質 並且胸圍挺合適的 所以沒有臃腫的一個感覺 搭配的話我是選擇了一條寬鬆的Promo里載褲 然後將內搭塞進褲子中提高要線 再戴上一頂棒球帽點綴一下 整體的感覺呢就挺陽光乾淨的 然後第二件的話就是我手裡的這一件 顏色比較偏向於湖水綠的一個機車夾克 它是來自品牌Precious的 衣服整體的一個造型呢就會比較像Vintage單品 印花是膠硬的元素還挺多的 並且也都比較復古 面料的話採用的是類似麂皮的材質 手感摸著挺柔軟的也比較輕膚 然後衣服呢是沒有加融的 就比較適合秋天十幾二十度這樣的天氣穿 內裡的話還有一個隱藏口袋 也可以方便你放點小東西 我選擇的是L馬一長67 上層呢是比較短寬的版型 加上下擺收緊的一個設計 整體呢就會比較的顯腰線 這件衣服的話我覺得會比較適合那些 穿衣風格比較偏向美式街頭的觀眾朋友們 然後呢因為面料也是幾皮的材質 所以保暖性呢也是挺不錯的 就還蠻分享這一件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的 按照慣例我們依然進入到這件衣服的一個搭配示範環節 然後最後一部分呢就給各位分享我手裡的這一件短夾客 本來呢我是打算把致遠時那一件短夾客呢再拿來這裡再講一遍了 但是因為視頻篇幅有限所以這裡呢就只分享來自SIMPLE PROJECT的這一件 作為一個經常購買SIMPLE PROJECT的人而言 我覺得這一件衣服呢同樣也是達到了SP的一個產品素質標準線的 它的面料採用的是迪輪混反的材質 呈現出了一個粗斜紋的面料肌理 手感摸著很粗但是看作性挺不錯的 下擺有兩個大貼片設計的一個插帶 然後衣服的背後呢也有拼接的設計 增加了整件衣服的一個結構感 相比於市面上千片一綠的一個黑色短夾客 這一件的卡色呢就會顯得高級的不少 版型也會更加人性化一點 不會跟一些面料很硬的一個短夾客一樣 上身後面呢會翹起來 然後電鍵的設計呢也可以讓你整個人看起來更加的精神 就最近EVTA的一個版型還有設計而言啊 我覺得在眾多的國潮短夾客中是一個挺不錯的一個存在 但是SP各位懂的都懂啊 就是價格可能相對而言會比較貴一點 就各位需要自行斟酌 Anyway我們就依然進入到搭配示範環節 OK 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喜歡本期視頻的觀眾朋友們呢 麻煩一鍵三連支持一下或者說點個讚再走 下一期視頻呢應該是一期衛衣合集啊 我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了 先出了外套合集再出了衛衣合集 就如果這一期視頻的一個點贊呢過500的話 我就爭取在國慶之前呢把這一期衛衣合集給發出來 當然就算沒有500的話我也是會發出來的 那我們就下一期視頻再見 拜拜